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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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定义你会记得很清楚 那记得很清楚它会变成知识 知识的话你容易累积 容易记忆嘛 因为有知识好记忆啊 知识记忆啊会累积 累积以后你会去分析判断 你会运用逻辑去推理 然后会重新组合乃至于发明创造 那你就变成一种知识啦 那就是大脑的东西啦 那完全都在啊 六七八四里面赚的 六七八四里面赚 所以那个阿赖耶士他会一直膨胀 一直膨胀一直膨胀 他会记很多东西啊 那你就很高兴啊 人家一问啊 我都可以告诉你 不但旧的 我还可以告诉你新的 你不知道的我都有 那这好像很厉害啊 那其实呢 那都是大脑里面的 佛教告诉你的不是这些啊 他是要你去体验啊 要你去感受啊 我们要告诉你 这个体验跟感受的 那你直接感受它就好了 直接感受它就好了 那可不可以给你定义呢 那也可以啊 那问题是 你定义以后你能不能感受 关键在这里 给你定义啊 马上就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啊 会经过莫娜式跟阿赖耶士 那假如不给你定义呢 那你流入沙婆若海 可是你脑筋里头始终 好像很饿啊 怎么没来 什么我要捕捉东西 没有东西让我捕捉 第六意识一直要捕捉啊 要捕捉东西啊 但是呢 流入沙婆若海以后 就没有东西可以捕捉啊 这两个是 两条路你只有这样走吗 你要从原平北路进来 就原平北路进来 塔城街这边 在那边等不到人啊 对不对 你要从塔城街进来 原平北路就不能进来了 你总不能够说 一个人剖成两半 一半从原平北路丢进来 一半从塔城街丢进来啊 对不对 不可能的啊 两个只有选一个 那么你要选入第六意识捕捉的话 就不能流入沙婆若海 你要流入沙婆若海啊 第六意识就捕捉不到了 可是你现在用惯了第六意识啊 让你了解一下 感受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这些例子啊 既然是公案就老是这些例子啊 讲过啦 还得再讲 菩提达摩到南京 梁武帝很想见他 可是他没有见过菩提达摩 所以当他看到菩提达摩又怀疑 这个时候可以说又爱意又恨 他就很急的问说 你是谁啊 他一直在想 假如是菩提达摩就好了 菩提达摩是个行者啊 有点跟我一样 他不给你答案 不给你定义 他不说我是菩提达摩 他说你问我是谁 我在这里你还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他说你是谁啊 梁武帝是很渴望说 菩提达摩这个名字 可是他问错了 题目出错了 他问说你是谁 这菩提达摩说 他在这儿给你看你没看 没看 没看 他也要提起来 枯提达摩 有没有看到 我它 这是什么 有没有 十相已经现前了 十相已经现前了 菩提达摩就在这里啊 现在不能讲菩提拉摩 就我在这里啊 我在这里 你还问我是谁 不然他要放在这里留下 弄一个比较夸张的动作给你看 他弄在那里 那是啥 这个时候他的大脑啊 第六意识又在捕捉了 那是什么意思 这表示什么 这里面告诉我 有什么孕意 这里面包括什么神迹 暗示我明天怎么样 或者暗示我的国土怎么样 暗示我这个皇帝怎么样 大脑可以一直在 在阿赖耶稣里面 去找这些东西啊 在我的阿赖耶稣里面 在我的大脑印象里面呢 好像只有帽子放在头上 没有人鞋子放在头上啊 那他鞋子放在头上 表示什么 所以有很多人就这样讲 说这个鞋子放在头上 就好像本末倒置 有没有 这个颠倒了 就告诉你啊 梁武帝你颠倒了 就好像我把鞋子放在头顶上一样 其实我告诉你 跟这些都无关 你用这个解释 就是用第六意识去解释 用视性去解释 用大脑去解释 不是 他只是告诉你 实相在这里 你还要问什么 这梁武帝一紧张啊 那你懂不懂呢 他弄不懂啊 弄不懂啊 弄不懂没有办法啦 好啦 第一会啊 这个教授啊 算失败了 彼此之间啊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啊 完全失败了 因为一个会表演的人 碰到一个不会欣赏的人 是不是 一个出错题目的人 要当教授哦 在那边改文章啊 这个很麻烦的 他自己题目出错嘛 那怎么去改呢 人家给你的是 针对你的题目 给你的标准答案 结果这个出题的人啊 脑筋弄颠倒了 他要的不是这个答案 要的不是这个答案 其实这种状况啊 是相当多啊 梁武帝是个代表 代表我们这些凡夫 代表我们这些凡夫 所以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当然知道他是 菩提达某啦 这没有问题啦 他第二次又是出错题目 你看看 我印经多少 度身多少 盖世多少 对不对 那我也出家过 那你看我的功德 多不多 别的不问你 问功德 他连功德是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菩提达某又跟他讲 毫无功德 这要昏倒了 我印经应该要死 又无功德 我们这也不同喔 你只要出钱 后来有功德无量 有个同修跟我讲 师傅你看看 我这个这个 今天发心啊 今天发心啊 要到寺院里头来吃素 那师傅也说 哦真的啊 功德无量 今天发心到寺院里面吃素 就功德无量 这吃荡菜的不就 功德通天 知道吗 不然要吃一天菜就功德无量了 人家包一百块给师傅 包一千块给师傅 他包一万块给师傅 师傅也说 哦功德无量 一万啊 当年功德无量 没什么说 一万块师傅功德无量 我看不是 那个功德无量 叫口头禅 根本就没有功德 所以你们不要给人家 带高帽子 知道吗 高帽子带很高很高以后 就没有帽子啊 就像那国王的新衣一样 哎 有没有 他新衣穿那多 到最后啊 就没有衣服穿 哦 那会给人家装孝 你知道吗 哪一天被人家装孝 装孝怎么讲 哈哈 那人家把你当傻瓜 那你就很好看 你真的是花钱不讨好 梁武帝就是这个样子 他碰到一个 不把他整孝的人 这个菩提达姆就不把他装傻 不把他 嗯不是装傻 整孝怎么讲 台语嘛 阿国语 装疯哦 不把他当这疯子一样 他就跟他讲清楚 没有功德 他请募不要这样问嘛 他说你看我 我做了这么多 福报大不大 哦 那梁武帝要是这样问啊 菩提达姆一定说 哦 很大很大 金刚键上面讲的 若人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 那你一下辈子就能这样布施啊 对不对 因为他福报那么大 那是福德不是功德 那他就是这种人的老是讲错话 哦 他为什么 因为外面很多人啊 老是告诉他错误的讯息 那么他就把那些错误的 加一加学一学以后啊 他自己弄颠倒 什么叫佛法他都不知道 他不懂得什么叫佛法 他老是拿那些东西出来用啊 那就弄错了 知道吗 哦 现在告诉你实相是什么 知道吗 哦 我们把真实相给你 那你要能够感受得到 啊可是这个时候 你常常会感受不到 你会听得很高兴 很高兴 啊回去一想 啊我第六意识在那边挡 我在挡整包挡没啊 有没有 第六意识就一直在捕捉啊 捕捉不到东西啊 因为实相他一直不给你定义嘛 很奇怪的 菩提达蒙就是始终不跟他讲正确答案 我们大脑的正确答案其实是错误的答案 你知道吗 哦 他可以告诉你啊 皇帝啊 你问错了 你应该要问我 你的名字叫什么 那他很简单嘛 对不对 你叫什么名字 那菩提达蒙会说 陛下 微臣 臣 臣 小臣 莫臣 对不对 他都可以 自己可以叫谦虚嘛 谦虚到等于灵的地方都可以嘛 但是呢一定会说 陛下 皇上 天子 对不对 那你的事情帽子一直跟你戴嘛 不知道你是农生的还是天生的 不知道反正你妈妈生的就对了 但是呢 你明明是妈妈生的还叫你天子 这很奇怪 但是叫你天子你会很高兴 叫你说妈生的儿子 你就不高兴了 实相给你你不接受啊 你要一个假相啊 对不对 可是他不会这样告诉你这个答案 他说陛下你错了 你要问说你叫什么名字 那你假如这样问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对 皇帝要问说 你叫什么名字 你这个大夫子叫什么名字 那他一定会很恭敬的 马上说啊 莫学 平生 老那 对不对 三人 叫做菩提达摩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就哦 我等你很久了 哦 赶快抱起来 揉起来啊 赶快牵你进去 小心小心 这个门槛很高哦 金鸾殿 跟佛殿一样哦 佛殿都很高 不要贪到 他会这样子 可是他就不告诉你 你错了 不告诉你 为什么 看你有没有觉性 你要有觉性 你才会感受到啊 人家已经表演给你看了 你自己要还行自己啊 你要供高 我们 奇怪啊 我执意识形态 一直在那边作用 这表示什么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弄的了 办法 没有什么 告诉你 你题目出错了 你这一点没有弄清楚啊 对不对 第二次也是一样 他也不告诉你 跟你讲说 福德功德是什么区别 他不跟你讲这些 那你自己有没有觉性 跟你讲毫无功德 你就火冒三丈 什么没有功德啊 你这个也胡子 对不对 雾七八黑的 长那么多胡子 也不讲清楚 他不跟你讲 他要启发你的觉性 那你的觉性 要能够启发出来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地方 假如梁武帝 能够警觉到 那就很好了 他一直警觉不到 一直到那一天啊 保持问他说啊 你有没有跟观世音菩萨讲话啊 他说哪有观世音菩萨 根本就没来 他没来 他说啊你 菩提他妈怎么跟你讲 他哎呀那个 不要讲他了 他是观世音菩萨的 他是观世音菩萨 十万大兵追 追已经到别人的国家去了追 追到哪里去 追不到了 因为你派十万大兵 所以他叫一为以过江 现在话图通通 他踩在芦萨上面 过江去了 不对啦 所以你用大脑的那一套通通错 通通错 知道吗 我现在给你一个错误的标准答案 知道吗 普贤恒愿怎么修 普贤恒愿是什么 你现在开始要这个答案了 因为你的第六意识一直在等啊 师傅不给你的话 你说哇 我贴几包包 又都不跟你说 对不对 现在就要给你这个错误的标准答案 因为你要的是一个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其实是错的 听不懂 听不懂 我这样讲好像很奇怪啊 你的话怎么都那么矛盾 又那么古贵的 要讲就讲正确的 怎么讲错误的标准答案 我告诉你绝对是正确的 但是那个正确是第六意识的正确 不是生命本能的正确 不是沙坡肉海的正确 那两条路是不一样的 你要的 因为你要满足求知欲 必须给你一点可补捉的 那你要补捉就要定义嘛 所以普贤恒怨是什么 那你就必须这样定义啊 所以我们就这样跟你展开 一佛圣的刑法 他的刑法叫普贤恒怨 那这样就好了 那你假如要再下去 再进一步 那就很有可能啊 会踏入第六意识的陷阱 第六意识的陷阱里面 所以我们给你说 这个定义是这样的 第六意识所需要的是这样 假如是沙坡肉海呢 那这个紧决心要你自己去啊 就我们刚才讲的 菩提达姆跟梁武帝的那一种情况 希望大家进入沙坡肉海里面 去启发你的决心 那假如没有的话 那第六意识要给你 我也可以给你啊 现在要给你的 是错误的标准答案 第六意识的叫正确 从沙坡肉海来讲是错误的 先把它弄清楚 这一个普贤恒怨是什么 叫普贤刑法 普贤刑法是什么 它告诉我们 它一行一切行 这个没有说过 这个法最好 我修律法一切法都具足了 对不对 那就跟泰光人吃的 维他命丸一样 吃一粒就好了 不用吃五碗了 对不对 五碗 大澡一顶锅啊 在那边炒啊炒啊炒啊 现在一颗维他命丸 这个叫一集一切 对不对 一行一切行 普贤恒怨是指修这个 这好像有个东西 可是他还是太抽象 太抽象 我们很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 普贤恒怨就是定出 佛果的标准 佛果的标准 也就是指于至善的境界 佛的境界这个标准 然后呢 给你现在因地起步的刑法 从这个地方到佛果之间 这两点之间 以直线为捷径 对不对 那么佛果有了 那我凡夫的因地也有了 那么从这里到那里 直接的这条线 是不是定下来的 对不对 那这一条路叫做普贤恒怨大道啊 对不对 你家的门口那条路 你写普贤恒怨大道 可以吗 是吧 可是问题是 那叫做大路啊 普贤恒怨大路啊 像世民大道一样啊 名字都可以取啊 你心里到达菩提果的那个规范 叫做普贤恒怨大道 那么普贤大道不要绕 直直的可以到 那我们就叫普贤恒怨大道 从因地到果地 直接的这条路 叫做普贤恒怨大道 修的普贤恒怨是指修这一条路 那这一条路要修什么呢 或者这一条路要怎么走呢 那就华语经整个过程来了 华语经的整个过程 这个过程刷些什么 好 刚才讲的 实信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妙觉 整个 那这个就是次地啊 那么它内容是修些什么 那可以啊 你看哦 实信位就是探讨 对不对 具足无量信心 具足真正的信心 这个昨天我们讲过 这里不太不太讲了 信心具足以后 摸索完成以后 你现在开始踏入生命的领域 好 第一个就安住 安住 你很清楚 安住什么 布施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般若 方便 愿立 智 用十个做代表 安住在这里面 十个阶段叫十住嘛 好 十住以后呢 要实践 叫实行 行吗 实行什么 行 布施持戒 忍入 禅定 精进 有个家 又是那十个 就立行实践这十个 立行实践以后怎么办呢 要把它扩大 扩大什么 扩大这十个 还是布施持戒 有个家 还是这些 你不要以为还有什么 就是这些 现在问题是 你的心 从安住到实践 要把它扩大出来 扩大以后呢 扩大圆满了以后 那就成就了 所以叫登地 那叫实地 实地是什么 实地 还是布施持戒 忍入经济 丢个家 那怎么修还是这些东西啊 还是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这样讲 从住 形 相 地 这样子一路发展上来以后啊 事实上你的心境 你的生命结构 已经开始在转变了 在转变了 你的生命因素啊 透过这样的信念 修行 你已经在产生 沉静的作用 净化的作用 已经把那个污染啊 逐渐再净化 再除掉了 污染源 你要是继续再上来 那就没有用了 所以污染源要断除 断绝污染源 然后净化我们的生命因素 那怎么净化呢 用布施持戒 有个假 还是这些 你认为还要什么 好 这些假如我们转变 另外一个情况来看 你要用什么来净化 这十个生命因素呢 七菩提昏八震荡 六度万恨 就是这些 你看看 《华影经》里面的经文 只要讲到树 只要讲到树 你注意看 我们用这个树 给你做一个代表 那个供佛 你不知道净什么 这个可以跟各位结缘流通的 它有编号 你可以看 这个叫根 代表根 这是干 有没有 干下来有枝 枝出来有叶 叶以后 这个就是叶发果都在这上面 所以根干枝叶发果 有几个 你算算看 根干枝叶发果 是不是六个 六个是什么 六度啊 六度是什么 根干枝叶发果 对不对 六度 要怎么完成它 这个都是宝 那一个行者的心呢 心呢 就泡在七菩提昏里面 叫七宝池 出来的 有没有 心泡在七宝池里面 行呢 行什么 八正道 所以八功德水 哎呦 懂吗 它的语言模式 清楚吧 它的思维模式 了解吗 不知道的人还说 哎呦 华严君怎么那么复杂 华严君很简单啊 你了解我们所讲的这种 思维模式跟语言模式 你打开华严君 一看就一清二楚嘛 俗话讲 一翻两瞪眼 明明在眼前 清清楚楚 一点都不骗人 对不对 你怎么会不懂啊 你怎么会糊里糊涂呢 你都不知道 切片子就拿腿 腿得金金金 老的金 人家说不利也光 对啊 是这样亮晶晶的 那个叫腿腿的亮晶晶 它是很利的 很明利的东西 一点都不含糊 从这个地方过来 所以你了解的这整个 整个的这种 解门的这种架构以后 你就知道说 五十三餐呢 是把这一个整个架构 融合起来 融合起来 你看哦 这个文殊师利菩萨 代表的根 性根 在信这个剧组以后 他要他走出来的 那就是干 就是第一个 食住 安住 所以第一餐 吉祥云比丘 第二餐 这个海云比丘 我那名字是仿他的 跟那个妈一样 模仿的 我不是海云比丘 不过我叫海云比丘 但我不是海云比丘 你这听有了 持海云会逼海云 不过持海云是从那海云里面拿出来没有错 借用啦 因为他当时没有登记 你们也可以用啊 不是我可以用 所以我们讲 善采大家都一样 通通叫善采 每一个人都是善采 他没有登记不要紧 你可以借用 我们以此感到光荣 是没有错 但是你不要害人家 善采童子是很光荣的 我们不要害人家 不要污染人家 这个安住在这个上面 这个第十个善知识就安住 就正法安住 德云又叫吉祥云比丘 海云比丘 庙筑比丘 第四个叫做明且长者 明天送的你就知道 明天可以送到了 第四餐明且长者 而善采童子呢 是出家人在家人 你不要管他 出发心的都叫童子 出发心的人通通叫童子 我们华言经理一打开 佛子佛子 有没有 老子佛子 佛子 有没有 普贤 菩萨 告 佛子 有没有 都讲佛子 童子 佛子是指我们一般人 那么真的行 华言行法的 通通叫善采童子 在家出家 老的小的都一样 六岁也叫童子 八十也叫童子 出家也叫童子 在家也叫童子 我们通通以刑法的立场来看 这个过了以后 第二十 从十一参以后 就实行位的刑法 从二十一以后 是回向位 实回向的刑法 从 华言 十 十一 二十一 三十一以后 是实地位的刑法 实地位的刑法 四十一以后 是等爵位的刑法 五十一位 就是弥勒菩萨 成佛 成佛了 那个五十二呢 又是文殊菩萨 他成佛以后 弥勒菩萨叫他回去 谢师 成佛以后就要谢师 所以 师父说 没来 没来 所以他身手过一百一师城 有吗 从 浮沉东 伸手 摸 扇柴顶 不见身相 这表 后德字 妙用了 不见身相 就手的最用了 但是右手 不是左手 左手错误的 右手正确的 他都有表法的 这个 我语言文字都有意义的 可能不是 传打一支手 有人问我说 那个 遇佛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 遇佛怎么样 那个遇佛 太子佛 到底是这样 还是这样 哦 讲得到弊了 输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我都对了 大尾不对了 这样的话 表示 善在善 右边表正确嘛 左边表错误 错误怎么样 要扯掉 哦 啊你讲这样啊 哦 啊 左边那个对啊 不是 改过为先 啊 有错的当改 可以不可以 啊 大地为善嘛 我 算你讲的 会通就对了 你怕你讲不通而已 你不要害人就好了 那法义也 它有它的意义 啊 真正的 应该来讲的话 应该来讲的话 它是要把错的改掉 尤其是 在原始佛教来讲啊 它是以改过为主 改过为主 那我们还原行法呢 是以正确的目标 为第一优先 要把 因为你过改了 就是要显善嘛 那么所以善是什么 要标示清楚啊 否则它过不能改啊 它不知道善是什么 过怎么能改 所以呢 从这一种 大圣的行法来讲啊 它又标举 标举善为优先 以善为标准是要改过 不是叫你伪善 包装的善是没有用的 是真正的善 那它是又要改过 它关键在这个地方 你要懂得这一种情况以后啊 你才知道 所以到最后一个 普贤菩萨 这个 刚才讲 这是附加的 那个 建本师 善才同志的本师 就是智慧嘛 智慧就证明说 成活以后 这个智慧是没有丧失的 然后起无量的妙用 是正确的方法 那么 最后一餐 普贤菩萨 是总结 文书菩萨告诉他 你不见 普贤菩萨 一切修法 不得成就 你单一成就 都不算成就 见到普贤菩萨 才一行一切行 那只是一个印证而已 所以到最后 十大愿望啊 秦梁国师 把它归为 从事谱因 从再一次 视线谱因 广的谱就是广 那个妙因 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重新再表示一次 但是这一个修法 真正是已经到成就以后修的 我们现在因地转过来修 你的解释 都从小的解释 不会从大的解释 而它的根本 是大的境界 不是小的境界 这是一个 一个关键所在 我们在修法 在行法上面 要去注意这一种差异性 注意这种差异性 那么站在一个 修行者的立场来看 我们懂得 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五十三餐 表示这个意思 它把等觉位的部分 再放大为十个 所以你看看 有好多地方的文字 数字都有意义的 为什么四十二字母 你知道吗 你注意看 四十二 那个有没有读过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讲 法尚比丘 阿弥陀佛 英帝叫法尚比丘 对不对 法尚比丘的师父是谁 世间自在亡佛 有没有 是不是世间自在亡佛 这个世间自在亡佛 他注释时间四十二绝 有没有 也是四十二 为什么四十二 那也不然四十三 多一点不好吗 不好 少一点好不好 也不好 四十二什么意思 我们法尹经讲 四十一位法生大事 四十一啊 你看 这个十柱十行 十相十地 是不是四十 十地以后 第十一地 是不是四十一 对不对 啊四十二呢 就妙诀嘛 等诀妙诀嘛 对不对 所以四十二绝的意思 表示说 他注释四十二绝 表示只要有人来 我就度他到成佛 所以那你看 他有没有入魅啊 他根本不会入魅嘛 他怎么入魅嘛 但是你看看呢 他已经入魅了 经文讲 他已经入魅了 四十二绝以后啊 法尹比丘已经成佛 阿弥陀佛已经注释十绝了 十绝什么意思啊 你也不知道 你还要七八九十十减 十绝是圆满的意思啊 啊四十二的意思 他既然要度人度到成佛 你看 他从第一绝度一个 这个人是修到三十绝 三十绝 然后游过来点击的 那完了 经过十二绝这个成佛了 那个才修十二绝 还没成佛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那个谁 木剑连尊者啊 有没有 还跑到他那边去 被人家喝吃一顿 又跑回来 有没有 他还 佛一出生啊 不入面的了 只有化身才会有入面的现象 法身不入面的 看你怎么进去而已 现在就是各位 进入化身境界里面啊 哎 有没有看到 看到什么 两里面就金金了 什么都没看到 你看的还是化身境界 这个就是这样转 解门 你要懂得这个意义 四十二字母啊 你修很 你一定成佛 妙诀位 你修一个字就可以成妙诀了 不一定啦 不一定要四十二个字都修啦 我们昨天跟各位讲过 阿达八达那 对不对 从中间阿 修阿字 达是东边 南边 西边 北边嘛 阿达八达那 你五个字去配嘛 那个修法 有空我们讲密法的时候 你再修 现在我们在南部啊 密法道场就是讲这部经 大家王经 是华原的密部 就是叫大家王经 这个部分我们讲得很清楚啊 那我们不谈 现在谈这个部分 解门的架构是这个样子 那刑满的实践呢 那刑满的实践呢 也就算财同志来讲的 在华原的刑法当中啊 他没有一定的这种模式 但是呢 他有一个规矩 叫做 叫做 听清楚啊 善用其心 不是善变其心 弄清楚啊 我们讲的是善用其心 不是善变其心 你不要翻 不要乳 等一下 这样子又变成那个 你原则不变 你要如何用心去达到目的 这个才对 而不是一直变原则 一个原则不变 但是环境 情境 境界 那你如何去因应 所以我还原很重视的就是 圆满 圆满 横顺 但不是啊 堕落 我们现在在 谁顺众生的时候 是在堕落的 你要注意啊 你是在堕落的 你一直顺一直顺 然后他一直堕落 你也跟着一直堕落 那就不对了 我们顺众生 是要整旧众生的 比如说 这个众生赌博 好 我跟他赌 那你能不能降服他 你如果自己要拔 光是我在堕众生 我进入股票市场 我就是要度股票组 结果财产输光光 就说我完全不思 看来 不要每天都滑走 不一样的 你喜欢喝酒 就说你喜欢喝酒 你不要说 我是要度众生喝酒的 没有众生 你也在醉 就说度众生 不是 你要把它弄清楚 堕落跟谁顺是不一样的 谁顺众生 好 你是这样 我顺着你 但是 有没有把它度过来 这一点目的在这里 假如我顺着你 把你度过来 那是谁顺众生的习气 拯救众生 没有错 我顺着你 我才把你拖去 那就不对了 不对了 所以 有些众生会利用我们 可是到那个时候 我一定要断 因为度你不过来的话 一定要呵斥你 他一定会恼羞成怒 所以你会不会被骂 一定会的 所以你要注意 我们在呵斥重生 是要成就他 他不能给你成就 就是不能达到他的目的 这个时候转出去 他会骂师父 这个人怎么 那你就要知道 你不要人家一骂你师父 你就跟着凑进去了 那你就完蛋了 他绝对不会说 我就是要骗50万 骗不来 所以去弄麻烦 没那种的人 对不对 没有那种人 他要骗你钱 骗不到 结果碰了一笔指灰出去 他就乖乖的 有没有 那那个是善人 他不会造是非的 而他会说 这个师父 他根本就不慈悲 那众生有难 根本就不救了 怎么样 开始骂你就知道 他要来骗钱 骗不到啦 他才会讲这一套 对不对 他不慈悲啦 怎么样 有人怎么样 他不会说他 你看他描绘的 对不对 具体很清楚 那没落可行 就是标的没有出来 就是什么 他开始这道是非 那那个师父就 不要叫化他 射受他 到这个时候 他还不醒悟 那就要呵斥他了 要不然 你是不是堕落 会害了他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当他 是非起的时候 你就要有那个智慧了 你不要跟着下去 哦他那人不慈悲啦 那个人怎么样 就跟着下去啦 那不对 那就是 这个人在度化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度啦 必须要截止啦 那么他 那个环夫啊 他也不能达到 他的目的 恼羞成怒出现的状况 你有没有智慧可以看得到 绝大部分的人都跟着 起舞啦 跟着那境界来了 那么修行人在这个地方啊 你会发现 只有人说师父是非啦 没有师父说信众是非啦 对不对 师父怎么知道信众发生什么事 但是师父会悲很多 这一个行者啊 他一定啊 要负担起来 他没有必要再说他 对不对 你要了解这种关键啊 所以在佛门中的殊胜 佛法在哪里 你自己要去看 自己要去学 你要从外相 从语言文字上来看啦 那没有办法的 现代人啊 他是聪明啊 是厉害啊 编造故事啊 那有用看用 没用自己想 对不对 要不然怎么会有 陈建兴这一号货射出来 轰动全神 2100万人为他着迷 对不对 每个人都守在电视机面前 我要说 释迦牟尼佛奖金 还没有这个样子啦 对不对 我们在奖金大家都想 哎呦 我很忙 很忙 不能来天津 没有 你如果在家里看电视 听见 我连看电视时间都没有 讲电话一讲 两个钟头都有 嗯 啊 听经两个钟头就没有 就越来越久了 有没有 啊 所以倒个垃圾 倒三个钟头才出来 présent 嗯 啊 才回来啦 不是才出来啊 哈哈哈 啊 结果呢 他说没有时间 你看 没有时间 听经 结果呢 有时间站在垃圾车后面 一聊 两个人站在那边 骑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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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okes could 嗯 嗯 从九点出去到十二点才回来 那么多的垃圾倒不完 它不是到外面有行的垃圾 到这里面 到脑袋里头的垃圾 但是吸收心知识 洗涤它的垃圾桶 它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倒垃圾的时间 有洗垃圾桶的时间 没有时间 这个就是众生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了解 要了解 这种行法当中 你要懂得看 静字不是光是反射 心静 心是土字旁的静 不是金字旁的静 除了能够反射出来 更能够 还醒过来 你要能够还醒 这个情况这样反射 对不对 人家这样讲那一套道理 这样对不对 你要懂得 你要是不懂得这些 你根本不知道 是非不会凭空气 有人捏造 有人制造 当然有几分状况 要不然不会影射出来的 不会影射出来 那么现在这一些呢 都要看你的智慧 这本身就是修行了 本身就是修行了 本身就是修行 所以我还原本身的行法 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 这样一种状况当中 我举个例子 你看 比如说插花 插花来讲 你说插一盆花 是不是要好几种花来插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 插一盆花也可以用一种花插 甚至于插一盆花也可以用一朵花插 你会不会 我专利在讲 对不对 那我插到那四个 结果说一粒就好了 有没有 有没有看过发展 不是发展 插发展 对不对 富贵满堂 荣华富贵 金玉满堂 有没有 这荣凤报喜 好像过年一样 好热闹 你看 书行的 你要插那盆花 你怎么看书啊 你看花就好了 书行的话 一定是 对不对 一个水盘 甚至于吃饭的玩都可以 一个剑山插一只 那个叫蝉花 什么蝉就不知道了 勾勾顶顶蝉 还是蝉尽力命的蝉 我就不知道 反正那种状况 有那种境界 这种状况 有这种境界 你会不会去感受 那天谁讲 说他学佛 想吃素 吃素就要煮素的 刚开始不会煮 他妈妈会 告诉他妈妈说 妈妈我现在学佛要吃素啊 你要来教我啊 妈妈说好啊 他说你教我两三个 这样我吃好吃就好 他妈妈去跟他准备了 一桌十二的菜 结果一煮给他 一教十二个菜 说妈妈 你要叫我吃几档啊 他说你吃好玩 我才会给你教 有啊 你会一直 脑筋里的会觉得 是这样的一堆 全部要交出去 没有错 那是你的意识形态 那就是单一原则啦 你懂不懂一种变化 懂不懂一种变化 一个会懂变化的人 他就不是这样教了 我教你三鲜汤 哪三鲜呢 会不会 我告诉你 小三鲜 什么叫小三鲜呢 白萝卜 加红萝卜 加笋片 这样没呢 白萝卜 加红萝卜 加香菇 也三鲜嘛 对不对 这个叫小三鲜 那你要大三鲜 可以不可以呢 白萝卜 加红萝卜 加香菇 但是呢 不要煮清汤 可以不可以 加玉米浓汤 有没有 你这样一讲 他有个概念 你现在教他一个东西怎么做 然后其他下一个你自己做 然后你可以告诉他有很多 你不一定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这一列你一教就一个系列出来 他虽然学了一个 可是他学了一堆 那他就会去变化了 你先学给他一个东西 然后告诉他怎么变化 那他可以学到很多 那一个不懂得变化的 好我教你这一个 那你就这一个 所以一变化 你就想到花瓶 跟你说 碗也可以 碗吃饭的碗要怎么变化 碗也可以变化 碗怎么变化 碗不是花瓶 不是花瓶怎么变化 你看 你这个脑筋就转不过来了 转不过来了 有没有 地瓜 地瓜也可以变化 地瓜 地瓜不是只要一种 地瓜可以变化 想不到 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为什么 你被意识形态把你僵化了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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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 说花瓶筋说到寒极通题 你要懂得一种变化 花瓶的修法就是一种 善用其心 你要会用心 用在哪里 境界的变化你要能够掌握它 就像谁缘不被境界转过去 要把境界转过来 这个才叫善用其心 不是一个境界来 我就用一个心 一个境界来 用一个心到晚上 好累 因为你被境界转了 所以你会变成团团转 我们善用其心 你就会去过滤 很多资讯过来 资讯过来 那些资讯你现在要什么 你会不会把要的留下来 不要的呢 有的要丢掉 有的归类 有的储存起来 你会不会去处理这些 这就善用其心 在每个人家里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 除了电视 这24小时的佛教节目 有三台以外 三台 现在五台 过到元旦就五台了 还有的没有的 三不五十 再给你加一点的 插花更多 那这种情况以外呢 那还有很多资料 人家寄来的杂志 现在电脑一打开 网机网路更多了 对不对 那么这么多的资讯当中 是不是都你要的 你怎么样筛选 你要的法门要怎么修 适合你要的 现在打开资讯那么多 哪些是你要哪些是你不要 有没有 找得到吗 大概你会被那些资讯 把你淹没了 有没有 把你淹没了 你没办法处理 那你就不会用心 同样的 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讲 一个世间人来讲 挫折 横逆 阻饶 痛苦 是像灾难一样 但是对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讲 这些挫折 横逆 阻饶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福报 是个助到之良 你感受得到吗 你感受得到感受不到 世间人是他一直求顺利 顺意 如意 对不对 顺境就好 对一个行者来讲 有挫折 有阻挠呢 是刚好使我们精进的一个好时机 所以我们说这是很大的因缘跟福报 你能不能感受 关键就在这地方 你能够这样感受 那就是善用其心 你不是这样感受 哎呦 我叫宋经 你看又有电话来 哎呀 你也好心 你再说我最早最晚才卡来 好吗 他说好好好 不然你如果最晚你卡滑 这样不就好 最晚你再不去 他刚才不就算卡电回来 管你 你又忘了 你是不是产生这种现象 好了 宋经 是我要做的功课没有错 但这通电话是很重要的 既然是很重要 你会不会把这一通电话 当作就是宋经 会不会 以前教过各位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忘记 再讲一遍 你要讲电话是吗 好 那我们先念三层本师 来说哈 开进去啊 然后如是我闻 你说啊 如是我闻一时佛说 你这个佛说吗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电话线上 以孤独长者 我啊 我就孤独长者 你跟我两个人说嘛 说到这里你就善哉善哉 对啊 你就观想你们在转法轮 他要是阿妈阿狗 跟你说没意思 他要挂断了 他又是跟你一样了 他就进入了 讲完了慢一点 还有什么事 回向啊 电话上不是很好吗 对啊 你来讲 你是很郑重 要跟我讲电话 我是很郑重 把你当佛一样听你讲 那不对吗 师释迦 可以不可以 那我相信那一通电话 讲下来的话 那你会受益良多 你不会啊 你会觉得很好笑 以前说我爸爸来 我不敢跟他说 他电话来我就跟他 如是我文艺时佛在佛 佛在电话的那一端 对不对 佛在电话那一端嘛 以佛欧致说嘛 那时候我变罗侯罗嘛 那我就听他说 讲完了听不懂 他就说 我跟你说你有听不 那不请你再说一遍 可以啊 怎么不行呢 你要用心啊 这讲完了以后 我现在他也很高兴 你也很高兴 因为你确实是 以阴重心把他当佛一样 听他讲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又不去了 好多是这种机会啊 那你这样很自然 那没有必要的电话 他就会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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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我们去吃海拔王好不好 哦 婆婆叫我去吃海拔王 哇 自己说一下没意思 不然我们去吃海拔王 对不对 对不对 断他啊 为什么不敢断 所以要懂得我们用方法 这个就是讲 我们在善用其心的时候 你就会发挥啊 生命的整体性 让我们啊 去达到那应该要有的目的 一定会达到 一定会达到 好 我们很简单的啊 跟各位啊 把这个行法的 总体性的 那个关键跟用法 跟你交代清楚了 现在有一个地方啊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 你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原则 哦 修行啊 我们学佛啊 你三个原则 我们叫三原念 三个原念 第一个啊 原念道常 原念道常 第二个啊 原念法门 第三个啊 原念善知识 原念道常啊 当然你从事项上看道常 这一会给你看印象很深啊 对不对 再没印象照相回去 对不对 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道常啊 一定要有同修 你一定要跟同修常常切磋 所以我们要你参加 华上工程就是这样 只有五个人一组 你至少跟这五个人要相处得很好 欸 不信你看看 那五个人啊 那五个人叫什么 虎龙暴飙 啊 跟你们五个人讨论功课 那五个人要相处 就要忘记 好好地讨论一下 发表心得报告 好好欣赏对方 到最后的 你看你为什么会那么冲动啊 话都讲不出来呢 会有这种情况一再地产生 那就表示你很激动啊 啊 我就不听了 你怎么会跳下去 啊 你为什么听到那些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你没有办法平行静气 所以 你要跟这几个同修 好好去切磋 那同修呢 最好不要挑你喜欢的人 挑你讨厌的人 那时候你才好修 那你要是跟你最讨厌的同修 都会好好的论道 我跟你说 你絕对不跟你的暗闻家 你绝对不会打太太 你放心 对不对 因为你跟最讨厌的人 都能够这样讨论 没有比你这个更讨厌的啦 但是你为什么在家里 就是 不是两只老虎 真的 一只 一只是河东狮吼 一只是 西边老虎叫 对不对 一只老虎 一只狮子 两只在那边对吼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与人相处之道 所以在参加花葬工程 有这样无边的妙用 人际关系你会处理得很好 会去训练 当场就给你训练 所以圆念道场的重要 第二个是圆念法门 你在修什么法 你讲嘛 你修什么法嘛 那我像那个 有没有 五爪菩萨 修啊 慈心观啊 五爪不是修慈心观吗 修了老半天啊 要见弥勒菩萨也没见不到 弥勒也塞我过小气 不太大 不过他的弥勒 没有肚子那么大就是啊 他修了二十年也见不到 下山的时候看到一只拉利狗 哎 那么小时 老是跟过来 他是医师 他在那个皮肤长蛆啊 用舌头把它吸出来 他就会好了 想那是人嘛 那是狗啊 他一直想要跑 他又一直跟来 想一想 假如我不跟你治好 我慈心观白修了 对不对 炎念法门啊 他就想我修慈心观了 啊怎么慈啊 慈慈 好吧 不过一次嘛 对不对 就蹲下来 用力一吸啪 赶快吐出去 我没有吸过 我不知道 不过想象也知道 我看到我就怕了 不要叫我去摸他 还要用嘴巴去吸他 对不对 即使要挤他 我看都相当的考虑了 还要用嘴巴去吸他 看你有没有这种勇气 可是他不违背他的法门 慈心观啊 再吐出去 奇怪 怎么会 不是臭臭的 是凉凉的 好像薄草糖的样子 再吸一次 那个时候他 诶 这弥勒菩萨怎么站在这里啊 哎呀 我等你好久了 二十年你怎么到现在才出来 二十年我都在啊 都在你身边你自己没看到啊 有没有 法门 你有心在法门上 殊胜不可思议的境界 就这样兑现 看你要不要原念 哎 我们啊 修什么 你修什么 没有啦 就修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告诉你啦 修什么 你也不敢肯定啊 所以要原念法门 法门从哪里来 从善知识的教导来 那这三者是一体的 三者是一体的 所以修行 记得这三个不要忘记 这样用功就对 好吧 很简单的 剩下的我们明天再讲 我可以咬上吗 你也不敢找你 你修行 那这一个不要忘记 你修行